我们回答的REIT就是405 就是月售房地产信托基金 这个朋友说是想入的 你觉得现在不少朋友都会追求一些收息相关的投资产品 405又值不值得考虑呢? 如果有看REIT这个版块的时候 近期来说是整体偏弱的 就不只是月售是这样的 尤其是如果你看到长和系的会言 那个价格表现就更加惨不引导 所以现时去看的时候 就要考虑到底取向方面是如何 如果作为一个收息的考虑的时候 月售房拖现时就有七厘七 相对上来说都是一个挺吸引的状况 而且也有留意到往迹来说 它派发的股息 或者我们叫REIT用分红的形式 分红都是比较稳定的状况 所以以一个收息的考虑角度 我觉得现价的确可以买入 不过另一个方面就要考虑 如果你说以一个赚价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以现时的成交额都是大股成交额比较偏弱 肯定流入去REIT的资金 相对上都会少一些 如果你说真的流入的就相关的板块的话 可能会是本地地产股 甚或是内房股的机会方面就会比较大一些 所以现阶段去看的时候 如果你说现在低于3元来买入 可能有机会在第三季尾时 股价可以去3.3或3.5这些位置有机会 但如果要再借望高一点 可能要进一步看4元或以上的话 我觉得机会就会比较尚美